50年前 阿波罗11号飞船 在这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等人 首次的登上月球 写下了人类的一大壮举 适逢人类登月50周年 美国华盛顿的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就对外展示了阿姆斯特朗 当年登月的宇航服 而这也是该博物馆 时隔13年之后 重新展出阿姆斯特朗的宇航服 1969年7月20号 阿波罗11号把三名宇航员送上了月球 而阿姆斯特朗就是第一位 踏上月球表面的人 当年全球超过6亿人 见证着历史信仪客 转眼50年过去了 这项壮举依旧深深烙印在世人的脑海中 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博物馆 配合人类登月50周年 近来对外展出阿姆斯特朗 当年身穿的宇航服 管理员透露 这件宇航服曾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包括极热 极寒 辐射 以及面对微陨石和尖岩石切割的情况下 保护当年登月英雄的性命 因此不管怎样 他们都尽自己最大的力 完好保存这件宇航服的原始面貌留作纪念 更形容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奇迹 有宇航服的宇航服 有线上的宇航服 甚至他穿上的宇航服 这些都是原本的证明 所以我们并不想把所有的宇航服拆除任何东西 另一边乡 美国位于阿拉巴马州的 美国太空和火箭中心 也展开一系列阿布罗11号任务 黄金周年纪念活动 当局星期二在马歇尔太空中心 举办5000枚模型火箭发射仪式 盛大纪念这一个别具意义的日子 外媒报道 NASA更是决定把这一次活动 申请列入建立式世界纪录 写下最多迷你火箭升空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和阿姆斯特朗一同登月的 宇航员柯林斯就地重游 回到佛罗里达州 甘乃迪太空中心的发射站 出席纪念活动 不过另一名同伴奥尔·戴林 则缺席 安迪比七 综合报道